第1046章 仙徒 眼球裂开 鲜血滴落 那瞳孔星红 且刺目 赤霞击射 一杆断毛震动 在那里不断搅动 将这颗眼球要毁掉 十号各种宝树其出 向前轰去 他觉得这枚眼球太危险了 还是趁早解决为妙 赤 乌血渐起 一片又一片 这眼球到了最后 竟如无底洞般 不断喷涌血液 由赤红到乌黑 带着阴冷的气息 嗯 十号赤了一惊 这虚空中竟出现一个黑洞 吞噬周围的一切 正是眼球所化 它居然大变样子了 十号自然全力对抗 柳神宝树出现 数十条金色的枝条飞出 裂开虚空 要将那黑洞瓦解 你连它的宝树也会 显然 这颗眼球吃了一惊 它神色冷冽 瞳孔悠悠 虽然裂开了 但是却发出了奇异的光彩 盯着十号 含声道 那猪柳树还没死 是不是 哄 就在这时 在眼球内 落地狱深渊般 居然开启了一道门户 连通着一片血色的通道 要将十号收进去 他动了杀机 不计后果 要将十号镇压 将它收走 战 十号挥动大罗仙剑 剑胎发光 璀璨无比 剑体上的印记接线 一个人在飞仙 白雾涌动 光雨点点 灿烂无比 咦 怎么了 这颗眼球吃了一惊 他发现 插在他体内的那杆断毛 疯狂震动 因此而燃烧 发光 跟那剑胎有关 他心中震撼 就是十号也发现了异常 随着他挥剑 那青铜 断毛像是复苏了 上面有一行古字 越发璀璨起来 不 眼球大叫 他感觉到了惶恐 哄 这断毛内残存的仙道烙印炸开 这件残气燃烧自我 就此分解 拖着他一起走向毁灭 乌血飞剑 眼球在一瞬间爆碎 太快了 他所开启的门户自然粉碎 全部解体 化成血光 成为烟霞 这太突然了 让十号都觉得出乎意料 他手持剑胎向前刺去 正好迎上余波 啊 一声凄惨的叫声传来 一切都变多宁静了 此地成为死寂之区域 眼球的 一道残灵飞出 撞在剑胎上 结果一瞬间化成飞灰 不复存在 光芒消失了 山林恢复宁静 若非有污血 以及青铜粉末 很难让人相信 刚才经历过一场激战 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可怕的生灵 十号正正地看着手中的剑胎 这东西有点怪 有些诡异 绝非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这是从仙谷带出来的 是五冠王遗失的 据传当年 是从地下骨矿中开采而出 是天地生成的一柄剑胎 这东西 十号没有多说 琢磨了很长时间 才将它收起 随后 他又想到了那颗眼球 边荒不稳 果然要大乱了 这世间风火遍地 流血飘鲁的日子不远了 路 还是要走 十号一探 现在多想多忧无益 他所能做的 就是尽快变强 早点崛起 不然的话 真正大劫到来 任他天赋盖世也无用 没有成长起来 就是真龙幼子 也只能沦为实物 他开始奔行 急速向前走去 这禁区中很诡异 有些的能飞行 有些地方莫名其妙 出现诡异法则 会将人从天穷上 展落下来 这像是在告诫 让闯入者对此地敬畏 不得藐视 不能乱飞 沿途 他追上了不少修士 并不是这些人速度快 跑到了他的前方 而是那三大志 遵送这些人进来时 直接就让他们 在数十上百万里开外了 不过 在途中 他也看到了许多死尸 不知道因何而事 没有什么伤口 就那么含笑而终 这种事 他不想探究 没时间耽搁 在这样危险可怕的地方 若是深究的话 多半会将自己也搭进去 突然 前方阵阵血雾飘起 地上又不知道 有多少人具尸体 简直可以说是全面 十号赶到这里后 停了下来 他离开三千周 还不到百万里 就接连遇到险境 让他心中凛然 他的脚步慢了 一步一步前行 这条路不能避开 因为他居然看到了 一颗又一颗蓝色的大星 悬在半空中 离地面不足百丈 且道路两侧 也有陨落下的大星 它们有山岳般大小 隐隐发光 碧蓝如玉石 这是一种奇景 每一颗星辰 都在绽放符文 被绝代高手 以大法力炼制 缩小成山岳的星辰 居然有这么多 排列在此 这是一组大阵吗 任谁走到这里 都要心惊肉跳 一颗又一颗大星 太壮观了 十号向前一动脚步 路上的尸体更多了 它面色凝重 终于到了前方重要地段 随后十号看到 一个女子也被禁锢 天上的星辰 落下一道又一道流光 那时若沙里般倾泻下 漫无边际 压得虚空扭曲 更是震荡出无形剑气 咦 十号惊疑 这剑气不伤肉身 只斩猿魂 难怪路上有很多尸体 躯体不损 只是都死掉了 这是古代的残阵 即便破损得厉害 但也十分惊人 毕竟是无上大能 炼化诸多星辰而不下的法阵 是他 十号认出 他一身轻衣 身段挺秀 如一珠神连 摇曳生辉 那是清仙 也算得上三千周 一位了不起的年轻高手 当年十号从虚神界上来 登陵同雀坛 进入三千周的灵界时 曾遇到过他的兄弟 还有曾有一战 清仙 威廉族初代 赫赫有名 笔之闪电子 还有名字等都要强大 在女子中极其出名 排在前列 可是此时 他却身不能动 眉心一血 角色容颜满是七容 眸光在暗淡 十号想出手相助 但是已经晚了 清仙看到了他一眼 目光大胜 但最后还是陨落 还真是残酷 十号面无表情 连三千周的名人 都死在了这里 但是 这条路必须得走 他向前闯去 催动各种宝树 进行对抗 扑 十号的眉心出现血迹 因为到了最为关键的路口 那无形剑气碾压而下 抹杀其灵魂 他口颂原始真结 催动各种宝树 竭尽所能对抗 他的神魂稍微受伤 但终于迈步而过 闯过去了 咔嚓 天空中 一颗蓝色的大星炸开 那无形剑气变入 不再那么强烈 与此同时 清仙倒落在地上 快速缩小 居然化成了一粒种子 涅槃 十号吃惊 这个女子果然不凡 并没有完全灭绝 化成了一粒 碧绿如玉石般的种子 请将我埋在附近 一道虚弱的声音传出 我带你离去 岂不是更好 十号说道 不 这是我的大姐 也是我的机缘 我感觉到了混沌清廉的气息 有她留下的真迹 请成全我 清仙传音 十号文言 抬头望向天空中 一颗又一颗蓝色的大星 密密麻麻 足有数万颗 乃是盖世高手练化而成 混沌清廉 十号不解 她不属于这一纪元 但曾辉煌到绝颠 号称万古青天翼株连 请助我 他日必有回报 清仙说道 好 十号点头 不再迟疑 这是举手之劳 当下将这枚碧绿金银的种子 埋进了不远处的土壤中 而后 她继续上路 五日后 一片紫色的竹林挡在前方 白雾腾起 宛若仙境 这一路上 十号没有见到人 只有她走到这里 看到这片景象 相当地吃惊 隐约间感觉到了仙道气息 这片禁区果然要挟 在路途上 怎么看到了仙家气象 十号戒备着 但还是前行 当踏进紫竹林中 天地斗转 景象大变 各种霞光腾起 还有混沌在汹涌 这是一个事件 白雾扶来 山穿灵袖 仙情飞舞 锐兽出没 完全变了 这是一个不同的事件 十号看到了一些 在这一季 原本因绝迹的生灵 早已成为传说 麒麟右兽 她看到一个少女 怀中抱着一头白麒麟 宝贝的不得了 在那里笑 逗弄小麒麟 她看到一只仙皇 化成一个少女 身着五色宝衣 降落在一座发光的灵山上 非常天静 随后 十号又看到一个青年男子 身上伴着仙气 背负一柄光明 仙精筑成的宝剑 逍遥而行 唱着道歌 我来到了什么地方 十号心头惊异 以为误入幻境中 可是她神觉告诉她 那是真正的强者 不是虚无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说 仙古纪元 有一存下来的小天地 完好无损 还有那一纪元的人活着 碰巧被她发现了入口 故此见到了 这里白色鲜雾弥漫 灵山一座又一座 都在发光 各种古药都生长了数十万年 香气扑鼻 十号有点猛了 不明所以 她向前走去 有人对她打招呼 那仙皇化成的女子 红唇清起 带着明媚的笑颜 道 凶台来自哪里 三千道州 十号回应 不曾听说 想来是一处真仙洞府吧 她温和地笑着 请问这是哪里 十号问道 自然是仙府 浩瀚无穷 兄台也是来参加盛会的吗 诸多年轻俊杰汇聚 都是各族翘楚 想来这次交流 我等都会有所获 那仙皇化成的女子说道 十号张了张嘴 有些无言 她到底来到了什么地方 随后 有一些年轻人赶来 彼此都打招呼 没有一点力气 全都祥和无比 这些人像是与世无争 十号有点不相信 亲自去捏了 捏一位少女怀中的麒麟右手 结果发现是真的 那头白色的小麒麟 对她翻白眼 很是不满 我这是梦游仙谷 还是仙谷再现 十号发呆 第1047章 男孩紫竹林 怎能不移 到了如今这一世 怎么还能见到这等生灵 兄台怎么了 那身着五色彩衣的黄女问道 很是关切 我有点头晕 十号首辅额头 她很迷惑 所见到的一切过于可疑 很难理解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能见到白麒麟等 扑斥一声 黄女笑了 其他人一诧异 就是那头白色的小麒麟 都在扑闪着大大眼睛 咕弄道 走火入魔吧 身为她们这种修饰 怎么可能会有头晕一说 除非重伤 不然的话 精气神饱满 与日月同灰 始终处在鼎盛状态 五色羽衣仙亮 那是凤凰真语化作的金银战衣 穿在黄女身上 薄弱青纱 异异生辉 她连发丝都闪动五种霞光 皮肤雪白 若洁白象牙雕刻而成 一双大眼水灵灵 长长睫毛颤动 道兄 你难道开始合道了 有些不是 故此晕眩 她打趣道 其他人都笑了 在这里没有一个凡俗 都有仙道气韵 着实让十号震撼 她知道 来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方 十号善善的 怎么合道 她没听闻过 她现在的修行法门 绝对跟这些人不同 兄台 我感觉你的气息 与我等不太一样 修炼法门迥异 得到了什么仙种 与自己完全融合了吗 那背负光明仙金剑的男子 温和地问道 一种蛊火 十号说道 硬着头皮 她对仙古时代的法门 真的不了解 也只能这样应答 想必一定是前辈 大能允落后 所留下的火种 看来你一旦融合 这世间就会多了一位 超级高手 青年点头 咦 你也有背负一口剑 看起来有点特别啊 那怀抱着白色 麒麟右手的少女说道 盯着的那柄剑胎 在进入紫竹林前 十号取出了大罗仙剑 用以防身 后来背负在身上 此时被人发现 有点怪 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有人低语 眼熟嘛 这口剑这么暗淡 毫无光泽 看起来很普通啊 黄女说道 毛子开合间 竟闪动五色光彩 有一股威严 更有一种超然 在场的年轻人 都看了那柄剑胎几眼 有几人觉得异常 直犯嘀咕 道 跟祖师口中 说的那柄传说中的剑很像 一定是防品 其他人都笑了 因为他们的武器 很多都是仿照 前辈高人的兵器铸造而成 我的这柄剑也是防品 当中掺了六两光明仙金 虽然看起来不错 但是比起那位先王的兵器 可就差远了 背负宝剑的青年男子 摇头笑道 其他人也纷纷开口 都很平和 与世无争 缺少三千州大荒中 各族的那股狠劲 十号心中一叹 这才是修仙者吧 一派祥和 超然事外 不求不争 跟他所见到的 其他修饰不一样 同时 他心中也是一洞 他背负的这口剑胎 难道还有什么奇异来头不成 因为 他知道 这剑胎很神秘 这里不是说话之地 我们去附会吧 这是一场盛会 按照他们所说 各族来了很多人 都是强者 代表了世间经验的一批年轻人 此外还有一些巨头来此讲道 十号听后 心头欣喜 不管怎样说 也要去看一看 管他是否有什么诡异 总要先经历才知道 因为 他觉得 这些人讲述的东西 如传承 道法等不是假的 刚才简单地提了几句 就让他心有感触 如果真能在盛会上 听到绝代高手讲道 阐释不同的修行法门 必然会对他有大益处 值得前往 在路上 这些年轻人 三三两两的交谈 都很悠哉 没有一丝的焦虑 更没有什么涉人的锋芒 十号暗叹 这些人太过与世无争了 与他所见到的修饰 完全不一样 到了 这就是南海子竹林 一位前辈大能的府邸 这次盛会 就再次举行 一头八头大蛇飞来 每一颗头颅 都有小山那么大 在其背上 拖着一座玉石宫殿 流光一彩 没入前方的碧海间 一位真仙道了 有人惊讶 看着那消失的身影 当 悠悠终声响起 一口大钟横过天际 进入南海子竹林 终声平和 让人像是要悟道般 都有了一种极深的感悟 这位大人也来了 真是让人吃惊 天哪 五中大人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 都说他仓物无上大法 身体出了一点问题 隐居不知道多少事了 不曾想今日再现 就连那黄女都欣喜 露出激动的神色 在这里又挑又叫 净显一个少女应有的活泼 毛子中绽放五色光彩 没有了那种威严 十号文言当即一阵 无中 这个名字绝对不陌生啊 三千道州有他的残忠 让他感觉一阵凌乱 此人未死吗 如今躲在一片仙斧中 如今真身要陷了 他越发地期待了 十号觉得 能入这南海子竹林 绝对是一场大造化 不管怎样说 他应该能了解到一些隐秘 碧海无垠 一望无际 如同一块美玉刻成 金银而有光泽 且海面上腾起阵阵白雾 掀到气息弥漫 好地方啊 十号赞叹 这是修炼圣地 在这里 做官比在三千州 任何一处地方都要强 让人心境祥和 他们一路向前飞去 不久后 看到了一株又一株紫色的竹子 扎根在碧海中 每一株都非常粗大而茂盛 十号张口结舌 这是竹子吗 这也太粗了 全都跟山岳似的 最为重要的是 它们都长在海中 扎根在海底 大半截路出海面 全都坚韧直立着 偶尔起的海浪 不能折其身 这就是南海紫竹灵 也太过虚幻了 十号从未见到过 这样的竹子 放眼望去 紫盈盈一片 每一株都如紫金铸成 意义生辉 每一节竹子都很有形 叶片流淌紫霞 真是一处好地方啊 十号忍不住开口 碧海无垠 紫色巨竹成片 景象壮丽 阴晕灵气扩散 当真是让人忍不住惊叹 咦 那是一头龙 十号点直海面 双目大睁 不禁吃惊 那里起了大浪 碧波汹涌 像是被一柄巨斧剖开了 向着两旁帆卷 当中的水花激荡而起 形成一条水道 在那里有一条白龙 乘风破浪而来 毫不威武 巨角如树 龙头如山 带着一股惊天的龙气而来 这还不是龙 是白骄君王 还差那么一步 才能完成蜕变 不过他也很强了 那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解释道 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十号自语 连只差一步成龙的存在都能见到 这个世界肯定不缺少真龙 事实上 当他回头时又释然了 因为就在他的身边 还有一个黄女呢 更有一头雪白的小麒麟 很快 十号他们穿过成片紫竹林 来到了南海深处 终于见到了陆地 那是一座花香鸟语的道徒 四周是碧海 还有高大紫竹林 中间一座仙岛 半悬在空中 白雾弥漫 仙气蒸腾 说不出的圣洁 实乃真仙洞府 十号也只能如此感叹了 其他人露出奇色 表示不理解 因为 在他们看来 这本就是一位仙人隐居的地方 是其洞府 有什么好奇怪的 十号尴尬一笑 暗中自嘲 他来自三千道州 根本就没有见到过什么长生者 先离他太远了 在这里 见到这般一想 他出于本能 自然是有些不能平静 岛上已经来了很多人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都很平和 没有杀气 也无争执 彼此都带着满足的笑意 正在交谈 岛上 有一张又一张玉石桌椅 摆放着各种果实与美酒 都是含有的东西 白雾流淌 没到人的膝盖处 莲花盛开 扎根在虚空中 无论叶片还是花朵等 都是金色的 特别的不凡 在这里 五色神鹿头上顶着玉盘 为众人献上果实 白雁本本分分 在这里为众人倒酒 无论怎么看 这都是一场真仙盛会 远离尘世喧嚣 有的只是一种出世的美感 这才是修仙者呀 十号暗叹 他突然有点羡慕这些人 羡慕这个地方了 很想长住下来 不再离去 忽然 仙霞艳艳 锐光千万众 在那南海外 一条紫荆大道 急速延展而来 从海外一直抵达这座岛屿 一位中年人 朦朦胧胧胧 看不清真容 但却有一股大威严 踏着紫荆大道而来 许多人起身相迎 引发振振惊呼声 六道轮回先王来了 怀抱小麒麟的少女震惊 像是没有想到 这个人会来 很有名吗 十号问道 你还是不是修行者 连这位先王都不知道 少女白了他一眼 十号无言 他的确不知道 然而 很快他的眼睛就直了 那位先王的头顶上 悬有一件法器 或者说是几块碎裂的法器 让他心神俱正 轮回盘 他忍不住心头一颤 在下界时 他就曾见到过 被那神秘火焰男子掌握 只有一脚轮回盘 而在这个人头顶上方 却有几脚 第1048章 回先谷 轮回盘 是这个人炼制的 亲眼目睹 十号当真是目瞪口呆 正正地看着 上界质宝的主人在此 有点让他恍惚 过于梦幻 那些东西 那些混沌质宝 哪一个不来头巨大 全都有惊人的过去 任何一个 都有着不可复制的传奇 今日 得见其主人 如梦似幻 六道轮回先王 还在研究他的大道啊 其理想太高 不知道是否能真正实现 皇女轻声说道 一定可以 六道轮回先王 精彩绝艳 拥有大气魄 他说要研究轮回 就一定会成功的 那个怀抱着 白色麒麟的小女生 大眼睛扑闪 一副无比崇拜的样子 就连他怀中的麒麟幼崽 也一样眨巴着大眼睛 两只前蹄凑在一起 跟作一似的 表示认同 六道轮回先王 才情高绝 不会比无中大人帝 应该会有成功那一天的 那个背负着 光明仙惊剑的青年 也这般说道 唉 他自己祭练的轮回盘 都已经四分五裂 被他弄断了 真怕他太过投入 将来把自己也搭进去 旁边有人小声道 满是担忧 十号听着他们的话语 心中波澜起伏 太过震撼了 有人在研究轮回 而这世间原本没有 不管怎样说 他今天来到这里 即便什么也没有得到 了解到这些隐秘也足够了 烈火滔滔 天穹上的太阳轰然坠落 向着南海紫竹林飞来 光芒太过胜烈 照耀的海水都剧烈蒸发 要干了 你这个老家伙 与天地同存 活了偌大一把年纪 还如孩子般玩脸 开这种玩笑 紫竹林中有人笑道 天空中 传来哈哈大笑声 那轮金色的太阳 化成一只金屋 收敛所有炽热 从虚空中飞来 最后又化成一个 身穿金色道袍的老者 你看 你来了 天上无人指手 天地都暗淡了 成为了黑夜 有人埋怨 无妨 这只老金屋用手一点 一抹金光飞起 飞向高天 演化为一轮大日 重新照耀万物 这是绝世神通 一指点出 造化一颗太阳 这种手段 看得十号有点发木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一群年轻人凑到了一起 在这里谈法论道 十号恶然发现 他有点像修炼废柴 听不懂他们讲的东西 体系不一样 除非偶尔提到的那些秘书 不然的话 但论要走的路 跟他所掌握的那些格格不入 这些人修行 必须要有仙种 融合几身内 而后借此开启修行路 道兄 你怎么不说话 那背负光明 先经见的青年问道 十号苦笑道 我实力低微 在这里听听就好了 此时 他也终于明白 为何柳神的法 还有石兄的法 都是宝树 很难有具体的 修行大路留下了 因为 跟十号所在的 世界的法门 差别很大 柳神他们还好说 历经两个纪元 早已摸索出了 折中的路 跟我们所在的 世界的法同化了 而这些人的道统 太过繁复 晦涩 十号叹息 不真正学会 这些人的法 是不可能融入进去 更不能有效 进行讨论的 道兄太谦虚了 我怪你有先到气息 早已是修炼有成的样子了 怎会这样说呢 背负光明 先经见的男子说道 并且很诚恳地求教 在场的人 虽然身份非凡 都是各族最强精英 但是却都很随和 没有趾高气扬的人 更无人会看不起谁 十号感受到了 不一样的气氛 这些人都很谦虚 这是纯粹的 切磋与交流 我的路有点特别 十号说道 兮兮 我们比试一下 看一看谁强 那个怀抱着 白色小麒麟的少女说道 好 我们来观摩 没错 一会儿几位大人要讲到了 趁现在 我们赶紧切磋 你们两个点到极致 不要耽搁时间 一群人都很稀奇 催促他们动手 好嘞 那少女痛快地答应 十号想了想 也没有迟疑 向前走去 跟她交手 吃 少女一点 手指发光 飞出一粒种子 在虚空中生根发芽 绽放出古朴 而神秘的气息 咦 十号惊讶 对方的出手法门 果然有点另类 那不是真正的植物种子 而是一枚稻种 在那里演化 汲取虚空之力 而后释放大道气息 吃 她弹指间 射出一道雷电 简单而直接 不过 那少女的稻种很特别 直接绽放 开花结果 而后成为一座塔体 悠悠而明 震散了闪电 再来 十号惊讶 刚才她没有用力 再现加重了一些 再次出手时 成片的电弧飞出 果袋和一颗颗星辰 那是雷电所化 威力不凡 你怎么这么注重树 而忽略大道本质呢 那少女不解 她也在出手 再次弹指 一片流光飞出 凝聚成一枚仙种 而后依旧是在那里绽放 化开结果 如同植物一般 结出一枚中体果实 当 大钟悠悠 震荡而出 周围时间紊乱了 直接干扰闪电 将她引导 向时光乱流中 十号相当地吃惊 她终于明白了 那少女的意思 对方不是从树的角度出发 而是直接催动大道 这是仙谷的体系吗 从最本质的道入手 缺少变化 简单而直接 而现在的这一世 一般都是从树回归 最终也是要阐释大道的 但路线完全不同 宝树威力巨大无边 所谓的宝树 是将道演绎到极致 化道为己用 是再生 是蜕变 而仙谷的路 却是直接从大道着手 威力很强 但是少了一些变化 当然 这是她在强行寻找异童 事实上 这是两种体系 有很多差别 十号在短时间内 不可能体会到更多 有意思 道兄你施展的道法 居然是由这种 奇异的纹络组成的 跟我们所用的道符 完全不一样 很受启发啊 我可以向你请教吗 旁边有人开口 背负光明仙金剑的 青年上前 忍不住要跟十号切磋 你们的符文 也很特别 我感觉是天地魔科书的 本源符号 非特殊手段不可的吧 十号询问 嗯 是的 需要先种传承 难道道兄你的法不是吗 接下来 那青年手持光明仙金剑 跟十号切磋 双方对决道法 很平和 没有舍生忘死 都是点到极致 你 修出了三道仙器 皇女惊讶 三道仙器 引发在场的人吃惊 在他们的所认知的同辈人中 有这种成就的生灵 可是异常稀少的 不过 尽管十号修出三道仙器 但也没有引发巨蓝 因为在人群中 也有这样的人 这让十号第一次感觉到 这群人的超凡 太过强横了 而且 他感觉到 皇女就很不一般 似乎也修出了三道仙器 两人切磋 十号隐约间 从他施展的古谱到浮仙众上 窥视到了天凤宝树的奥义 让他心头大震动 随后 十号确信 皇女修出了三道仙器 不是错觉 你也有三道仙器 十号问道 我曾寻到过一片雏形宇宙 将之炼化 熔炼于我的体内 成为我的仙种 修出三道仙器 自然不成问题 倒是你让我有点意外 没有看透 皇女盯着他 十号闻听此言 心头巨震不已 他想到了仙谷遗迹中的一些事 在那座仙药园中 白龟驼仙提到的小仙王 事实上 十号在那里闭关时 也看到了小仙王的修炼历程 只要修出两道仙器 第三道仙器 就能通过杜雷杰而成功 那个时候 小仙王走得路通十号一样 是最难的一条路 最后很绝望 功亏一篑 而在那个过程中 小仙王曾经提到过 有人曾经以世界术为仙种 有人曾经与古雏形宇宙为仙种 都曾画出三道仙器 眼下 十号居然见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黄女就是一个炼化雏形宇宙的人 竟亲眼看到了 这是小仙王口中的那个人 还是踏上同一条路的另一个人 十号有点不解 接下来的气氛很融洽 十号跟他们切磋 对决 相谈甚欢 只是彼此体系不同 很难真正理解对方的精深奥义 不过 这样的印证 也是很受启发的 很明显 这是一段很愉快的时光 这么多的高手 这么多的人 竟然都很祥宁 没有争执 只有讨论 十号跟他们交流 彼此都觉得很投机 相处非常愉快 咦 大人们怎么还没有讲到 有人醒悟 哈哈 看你们兴致勃勃 谈得融洽 就多给你们一些交流时间 尽管去探讨吧 远处一位老人大笑道 随后 一位长者告诉他们 尽可再次论到 不用担心时间的问题 因为几位大人物 也在探讨一些无上奥义 很是投入 需要时间 就这样 十号在南海紫竹 临住了下来 一下子就过去了 大半个月的时间 在此期间 他跟不少人 都成为了朋友 相谈甚欢 几位大人 怎么还不来 有人问道 嗯 几位大人 在讨论时间 与轮回的大问题 乌中大人觉得 自己像是 忘穿了历史长河 看到了一脚未来 他的路还不够完满 终不是他的圆满道 还需要使 而六道轮回 先王大人 更是在推演 人士轮回的可行性 毫无疑问 这些消息是震撼性的 钟 不是圆满道 要需要使 难道 无中大人 要改名字了吗 哈哈 显然 这里的气氛很好 连小辈都敢开 那些大人物的玩笑 时间一晃 过去了几个月 十号收获巨大 他跟一些人 成为了好友 比如说皇女 还有背负 先见的青年 以及那怀抱 小麒麟的女生等 若是这样离去 觉得有些不舍 哎 道兄 若是你我就此一别 相隔无尽岁月 你还能记得我们吗 那背负先经见的青年 开口 带着惆怅 是啊 也许只能见着 最后一面了 这样永世不再重逢 真是有些不舍呢 皇女也悠悠说道 身上缭绕三道仙气 哦 真是让人伤心难过 我们要走了 那怀抱着 白色小麒麟的少女 带着哭腔 十号一阵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 知道我不属于这里吗 还是说 你们不属于这里 十号脱口而出 不想隐瞒什么 这些人 一个个都是人杰 都是至尊天骄 可是在十号看来 却有点远 像是随时会是去一般 你们 他一声大叫 真难过呀 皇女 青年 还有那小女生都叹息 其他人也走上前来 拍了拍十号的肩头 到底怎么回事 能告诉我吗 十号大声问道 第1049章 梦回那一世 眼前的这些人看着很近 其实很远 相处了几个月 难以割舍 十号心中有一股 很难受的感觉 有种酸楚 他有一种直觉 要分开了 要别离了 而且是永别 这些人今生今世 再也见不到了 怎么会这样 他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一片奇异的 仙家府邸吗 他见到的是真实的人 还是说梦回仙谷 只是一场 不经意的邂逅 再见了 也许有朝一日 我们中的一个人 还会在滚滚红尘中 与你重逢也说不定 虽然那很荒谬 但万古中 总有那么一丝侥幸 也说不定 背负光明 先经见的青年说道 郑重地看着十号 而后转身 向着岛屿深处走去 身影见模糊 我们也是年轻至尊 不若任何人 可惜啊 不能真正再相见了 我等随风而散 与这天地尘埃中 看你等的辉煌 征战 又一人走来 跟十号道别 好好活着 努力 不要让自己过早地战死 黄女也走来 带着笑 还有不甘 眼中还有一些点泪 我好难过 真的要走了 不能再相见了 那怀抱着白色 小麒麟的小女生低语 很伤感 十号木然 眼前这些可是活生生的人 数月相处 已经有了交情 有了感情 居然就要彻底见不到了吗 究竟为什么 她有点发猛 不了解情况 请你们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 十号抓住黄女的手臂 又向前追去 拉住那背负光明 仙金剑的青年 又看向那小女生 你看 他们来了 那背负光明 仙金剑的青年 指向远空 那里有猙獰的巨眼 比山月还大 从虚空中睁开 那里 巨大的骨刺 从苍穹刺下 那里有灰色的雾矮 从宇宙中涌动而来 一瞬间 这片祥和的净土 便被侵染了 成为了死灰色 下一刻喊杀震天 一枚血色的鳞片落下 穿天地 扑的一声 数位年轻至尊击穿 任他们怒笑 法力滔滔 也挡不住这一击 咔嚓 一株黑色的藤草 从宇宙中落下 崖塌山川 南海紫竹林在军裂 碧海在征腾 数位年轻至尊 竭尽所能去抗争 但还是在那里碎掉了 其中有些人跟十号很熟 这几个月来相互切磋 彼此印证 早已交情很深 可结果就这么死去了 啊 十号长笑 他拼尽力气 向着天空中轰击 他在出手 想要阻挡这一切 想要挽回什么 快出手 快挡住啊 十号怒吼 看向仙府中的大人物们 向那里转头 可是下一刻 他的心凉了 六道轮回先王 早已动用轮回盘 跟莫名的强者激战 在那里仿佛在演艺人士轮回 一幕幕在更迭 还有 五中大人也在出手 大中悠悠 镇断了时间长河 干扰了时光的流向 让那里一片迷蒙 中波所过之处 万物皆杀 可是 还是有恐怖的强者冲了过去 不止一两个 跟他争锋 轰在大中上 剧烈颤动 不断冥想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突然间就发生了 这样的战斗 十号不解 而且他发现 自己发出的攻击 于事无补 不能改变什么 他像是一个局外人 穿梭在各种画面中 场景是如此的真实 怒吼声震的他 耳膜都在生疼 那悲壮的厮杀 让他血液怒疼 跟着怒笑不止 可是 他就是融入不进去 像是格格不入 像是从那个世界 剥离了出来 扑 就在不远处 那怀抱白色小麒麟的少女 被一缕灰色雾气笼罩 当中有一双 新红的毛子亮起 全力扑杀他 血光溅起 十号眼睛都红了 这个少女 虽然有些活泼调皮 但是很善良 就这样遭劫了 他愤怒出手 向前猛攻 但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他像是一个局外人 你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的结局 说再见 可能再见不到了 挥舞散尽 那少女双目失神 双手无力 怀中的白色小麒麟 呜呜哀鸣 坠落在地 为什么 快告诉我 十号眼睛都红了 目晕热泪 盯着他 看着所有熟悉的人 只是为了让你看一看 我们的结局 仙谷得残酷 你要做好准备 将来你也要去迎战他们 少女嘴里吐出血墨子 艰难地开口 你们 你们 十号红着眼睛 战意澎湃 盯着战场 太过惨烈 时间不长 圣洁的仙府 就被染成了血红色 我们不嘎啊 有人轻叹 出自一个年轻至尊之口 他是少数几个 修出三道仙器的人之一 结果还是陨落了 战死在此地 那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 大笑着 眼中含着泪 早已手持神剑 在激烈搏杀 惨然到 仙谷纪元要终结了 我们不干啊 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 无法跟前辈 去并肩大决战 你看到了 还在疑惑吗 黄女落寞 看着十号 身上的五色战衣发光 三道仙器流转 奋力冲击 对抗入侵者 我看到了 是那些前辈 以大法力造就出的奇景 让我隔着万古 见证了这一幕吗 十号望着六道轮回先王 无中大人那里 心有所悟 是 黄女点头 他们一个触及到了轮回 一个截断到了时间长河 这样落寞 太过不甘 怎么也要告诉给后世人一二 那小女生 丢下白色小麒麟 虚弱地说出最后几句话 终于是仰头栽倒了下去 再也没有了生息 这是仙谷一处洞服 也是一处非常出名的战场 当年的无中 六道轮回先王 以大法力贯穿万道 击穿诸天 得见未来 应照仙谷诸事 应照过去 可是我能和你们对话 十号伤悲时 也还有不解 看着一个又一个才熟悉 却又陨落的人 几位大人 法力贯绝古今 道横不可揣夺 营造出一个狭小的空间 自过去出手 将你拉进来 亲眼见证 什么 十号震惊 这种手段根本不可想象 再过去出手 将一个当事人 拉到仙谷纪元吗 四真四幻 不能改变什么 你只是一个见证者 恰巧踏进这片遗迹中 也许是看到了诸多印记 也许是真的来到了我们这一世 也许是在跟我们 隔着万古岁月对话 这是几位大人的手段 黄女说道 带着欺容 因为身边的同龄人 越来越少了 几乎全部倒下去了 十号证然 那是怎样的一种手段 她踏进了一片魂域中 与残魂对话 还是被人以大法力 拉进仙谷纪元末世 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 见证了这一幕幕 她分不清真实与虚幻了 因为早先跟这些人切磋时 分明感觉 他们是如此的真实 连天眼通都没有发现 众人异常之处 修为强到一定程度 真的能够影响未来吗 十号不知道 心中震撼 同时 她也有无尽的七创 看着相交几个月的熟识的人 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 她心中剧痛 尽管知道 他们早已不复存在 早已陨落在仙谷末年 但还是忍不住心伤 因为曾经与他们相逢 相谈 相知 许多人都已经成为了她的朋友 原本这里很祥和 很安宁 气氛很欢愉 可是转瞬间 却以这种方式告别 收局 看着他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 一个又一个地战死 十号想背后 欲发狂 握紧了拳头 眼睛通红 目中有泪 她改变不了什么 只能看着 这是让她先一步 接触到天地大乱时的残酷吗 未来会怎样 当时的朋友 是否也会如此 一个又一个地战死 尽管不是仪式人 但是十号此时却心中酸苦 隐隐作痛 这些人凋零 就好比看着真正的朋友战死 是了 他们的确相交了几个月 尽管是那几位大人物 用通天法力 与道横逆转天地规则 强行造就的 但是却那么的真实 别了 仙谷 再见了 我的朋友们 十号看着他们先后倒下去 血染战场 他目中 有热泪滚下 虽然相隔了望谷 但是他却像是丢掉了一些魂魄 遗失在那个纪元 伴着他们 跟他们同葬 我被带到了这里 与你们同在 跟你们同归 有一部分心神在此 梦回仙谷 驻守在仙谷 十号喃喃着 热泪躺满面颊 大人们也力不从心了 有人低语 欺然无比 远处大中暗淡了 重组的轮回盘也裂开了 只将我一个人 带到这里了吗 十号问道 黄女被一根血雨击穿 仰天栽倒 虚弱地开口 还有人 大人们在寻找希望 不知道有几人梦回这一事 可是 大人们也都要凋零了 再也见不到了 手持光明 先经见的青年怅然 她的身体瓦解了 看了一眼十号 她彻底凋零 鲜血溅起十几尺高 修为足够强大 能够影响未来吗 我若是足够强大 能够造出一个轮回吗 能够影响过去吗 十号仰天大吼 她看着黄女倒下去 看着手持光明 先经见的青年 化成血雨谷 看着天地间一片血色 看着远处大中残破 看着这一世才 熟悉的人战死 她绝望怒吼 不属于现在 不属于过去 梦回仙谷 梦回那一世 仙谷的朋友们 我希望有朝一日 能与你们再相见啊 她背吼着 第1050章 危险禁区 清风吹来 紫竹摇动 这是一片遗迹 土壤浇黑 像是经历过雷火 被血浸染 十号站在这里 一动不动 脸色木然 但却挂着泪水 还不曾干涸 我居然哭了 她轻语 摸了摸脸上的泪 还有些温度 那一世 所见到的所有人都消失了 竹林还在 碧海早干 这是当年的南海紫竹林吗 如今只剩下一片普通的紫竹 它们不高 也不粗大 跟十号梦回仙谷所见到的景象 完全不一样 是梦吗 可是 分明如此真实 十号感觉振振心痛 那一幕幕还在眼前 一位又一位熟识的朋友 相继倒在血泊中 这般的血淋淋 恍若一梦 可是为何这般的疼痛 亲眼目睹相处几个月的有人倒下 那种感觉难受而压抑 十号忍不住一声大吼 而后她快速擦去了脸上的泪水 路还要走 她已经猛地抬起了头 有些话已经说出口 在那一世 在那个纪元 在那个梦中 她现在能做什么 唯有变强 超脱 十号在这里静静地私存 而后再次走了一圈 进行最后的平调 当 她动用天眼通 见到了一节残铁 漫长岁月过去 都不曾将它腐蚀个彻底 而且还有银白光泽闪动 十号瞳孔收缩 目光化成两道火炬 势力而刺人 光明先经见 如今只剩下了一节 不足三寸长 缠杂的一点鲜金不曾腐朽 还有点点白光流动 十号呼吸急促 妈撒着残剑 她觉得沉闷而压抑 胸腔中有一股玉气 恨不得一吐而出 震散九霄云朵 那不是梦 是真的 这个地方真的就是南海紫竹林 那一世 曾有一群年轻至尊巨手 而她曾经目睹 十号的天眼射人 她又有了新的发现 在地下开掘出一点残骨 一刹那 她热血上冲 身体猛烈一阵 那是一块奇异的骨 闪动五色光泽 尽管暗淡了 但还是有熟悉的气息 她属于黄女 曾经切磋 曾经交流 那种感觉不会有错 这无疑是血淋淋的 十号在轻微颤抖 一切都是真的 她在这里开掘出两个坟墓 葬下残剑 埋下黄骨 默默祭拜 而后猛地转身 大步远去 孟茴仙谷 十号低雨 想笑 却有泪水淌出 那些朋友 相隔漫长岁月 都葬在了此地 极许失落 极许伤感 极许悲凉 一路上 十号默默无声 哪怕远离那里数万里了 心中还是非常难过 怎么会有这样的经历 分明相差了一个纪元 隔着漫长的岁月 居然结识到了那样一群朋友 可是很残酷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陨落 血染大地 这是一个心结 很难解开 十号胸膛剧烈起伏 他确信外界的时间 没有过去多久 可是他在那一世 却待了很久 走了 陆海长 我倒要看一看 那些敌人都是什么来头 有什么奇异之处 十号说道 孟茴仙谷 他看到了大战的惨烈 但却无法真正尽亏敌手 因为那灰雾从域外降落 从宇宙中涌来 遮挡了一切 我竟结下了那样一群朋友 可却只能看着他们死去 数日后 十号早已远离那里 但是他的心却不能平静 每当想起 都有一种灼痛 眼睛酸涩 不过 他不是一个优柔寡断之人 很快就调整好了心绪 哪怕有一群友人刚刚逝去 他也快速恢复了心态 过度地沉浸在当中 没有什么好处 改变不了什么 他要做的事 就迅速崛起 变强 有朝一日 他早晚还会遇到那群敌人 真到了那个时候 就轮到他出手了 将前去征战 到了那一刻 也正是他为有人报仇血恨时 吃 这一日 十号赶路时 一座烂石山上 一张破烂的兽皮发光 射出成千上万的金针 太迅急了 超出他的想象 噗 周围 一群大山被击穿 千疮百孔 而后崩塌 十号惊出一身冷汗 因为那些所谓的金针 都是兽皮毛发 简直比什么秘宝 都厉害 太过可怕了 这是什么武器吗 十号凛然 这太突兀了 他如果刚才慢了一步 就被击穿了 他可以肯定 就是成群的天神也挡不住 会被刺透为筛子 甚至 他觉得教主也不一定能阴风 而危险之地 就是烂石上的一块兽皮 它暗淡无光 像是宝金风雨 皮毛都快落光了 刚才凑巧爆发 十号愕然 那块兽皮太普通了 似乎是普通野兽所留 没有一点出其处 一阵很大的山风吹过 那兽皮翻腾 跟着卷飞了出去 它就是这么被吹到这里的 碰巧出现 这让人发呆 在它翻飞的过程中 又有兽毛落下 化成金色神针 催枯拉朽 无坚不摧 让人心颤 大地 山峰 虚空 天穷 都被它的皮毛震裂了 它就是这么可怕 十号瞠目结舌 急速躲避 没有被落下的兽毛伤到 更不曾与那块兽皮触碰 这东西的威力太大了 此时 他终于明白 这广袤的无人区深处 有着太多不可理解的事物 就比如说 这么一块破烂兽皮 威力震势 这到底是什么生灵身上脱落下来的 用一档武器 真的很可怖 很快 他又想到 这多半是无上人物 陨落留下的一块残皮 若是细想 仙古纪元时 这里曾发生大战 是西年的古物也说不定 这也更加说明了 它的西针 它的厉害 十号想禁锢那块兽皮 几次尝试发现都不能临近 根本不可取到手中 那股狂蜂席卷着它 没入山林深处 事实上 十号严重怀疑 那所谓的狂蜂 其实也是这块兽皮 自带的神威能力 十号临近 他可以确信 那不是山峰所致 而是那块兽皮 自身能刮大风 带着自己飞行 明白这一情况后 他果断倒退 没有跟下去 并且出了一身冷汗 好险 若是真个遭遇 必死无疑 他现在有点明白了 为什么一些老教主 都会死在这片境区中了 就冲着这种要挟的事物 就足以做到 这块兽皮太离谱了 他的威力不可揣夺 当年得是多么强大的 生灵身上脱落的 也许是先王吧 十号怀着心事上路 路径一座丘陵时 他止步了 这个地方非常讲究 而后他猛然寒毛炸力 夺路狂奔 因为 那些丘陵会洞 都是古坟 一个又一个全部在淌血 烟红无比 并且 这些古坟汹涌而来 要将十号淹没 将他镇压 吞噬掉 果然诡异 一些烈事件 让他越发体会到 禁区的危险 当代在回首时 发现最起码有 数千具尸骸 横沉在路上 因为古坟移动后 露出了那些尸体 都是三千周的 年轻天才们 这么多人死在这里 没有幸存下来 十号时刻意识到 这浩大的禁区危险太多了 不得不防 稍有不慎 就万劫不复 自圣州出发 到如今为止 他已经走出了 去一个月了 还不曾看到 所谓的古城 一截雷击神木 十号亚异 在路途上 他看到了一株神树 虽然被雷击了 通体焦黑 但是依旧挺立不到 并且 树干中影约间 有光泽闪耀 这成为了天才地宝 是炼制雷道宝具的 绝品材料 不过 十号临近他时 却突然心生紧躁 快速逃走 没有敢临近 不久后 他尝试祭出一件法器 触动那珠谷树 哄 方圆百里 虚空炸开 至于大帝就更不用说了 完全崩塌 那里成为巨大的黑渊 而天穷也崩碎了 这是什么鬼木头 孕育了怎样的雷电 十号发煞 同时从头梁到脚 那是可及杀教主的力量啊 十号带着寒意 迅速离开了 继续上路 两个月后 他遇到了一队人马 一个个都身着铁衣 气势沉宁 一看就是百战不死的高手 这些人骑着猛兽 乘着凶情 都很强横 皆有一股彪悍的气息 最弱的都在真神境 当中不乏几位天神 你是何人 对面的人喝倒 我是一个求道者 也是一个探索者 要去禁区中的古城 十号答道 他也很好奇 这些人来自哪里 难道说 距离那座古城近了 你是爱寻找古城的 一个人闯过了大荒 从三千周到了这里 有人吃惊地问道 是 我是一面求道者 这条路 是我的失联路 十号答道 嗯 你说的那座古城不远了 我们就来此哪里 负责侦查周围的情况 当中一人说道 并且这些座骑向前而来 吃 突然 为首的那人出手 直接祭出一件秘宝 镇压十号 与此同时 耀眼的光芒冲销而起 照亮这片天地 有人发出信号 请求援助 杀 对方想杀自己 十号自然不会客气 抬手间 剑芒如虹 横扫四方敌 结果瞬间而已 就让几人毙命 然而 他们像是死士 根本不怕死 活着的人再次冲来 你们到底什么来头 十号贺问 与此同时 他感觉到了别样的气息 噗 十号没有犹豫 将剩余的人斩杀 而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一群黑衣人 乘着血色骨兽 化成一股洪流而至 这对人马 居然每一个人 都在天神界 杀了他 有人点指十号 十号不减 距离古城不远了吗 这些人怎么出手对付他 他们实力强横 气息冷冽 一看就是从 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 难道 我感到尸山血海里的 你 Pyfall